这是亨德拉 亨德拉 我们先发球 马基斯亨德拉这对印尼的组合呢 目前在国际语言的最新排位是排在第三位 而过正东西东博排位比较厚 在实名13位 刚刚字幕打出来是19位 但是最新的国际网站打出来的名次是13位 那不管多少还是在前十名之外了 因为中国最强的一队男双的选手 傅爱峰 蔡昀呢 在第一轮首轮就出局 十倍马来西亚一队名不见经传的 穆克德 阿布杜拉给淘汰出局了 中国的郭伦东 谢东伯呢 在进军的路程呢也是比较艰巨 在半决赛里面他是碰在韩国队的李龙大跟郑寨成 结果在决胜局里面呢 由于在19比16领先的情况下 韩国队认为裁判不公 最后罢赛 那么郭伦东呢 谢东伯就进入到半决赛 在半决赛里面是对待马来西亚的老将 李曼华跟中腾福 那么最终 郭伦东 谢东伯是以2比0战胜了马来西亚的老将 进军到今天的决赛 这是基多 马吉斯亨德拉尔这次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进程呢 也是非常的艰难 那么在首轮呢 是以2比0击败了一对中国的小将 在第二轮的比赛中呢 是击败了安德森和斯特芬森 也是丹麦的一对选手 在八进四的比赛中呢 是2比0淘汰了埃里克森伦加德 这名年过30的丹麦老将 在半决赛中呢 又2比0淘汰了中国台北的一对组合 是李胜木 方建民 那么总体来讲呢 马吉斯亨德拉呢 打的仗就除了是阿里克森伦加德那场仗 打的比较紧一点 其他的都比较顺利 他是郭震东 谢东伯 现在目前在国际语言的排名还是靠后 所以他能够打进今天的决赛 也实在是不容易 毕竟在蔡云富海峰 他们在首轮出局以后呢 中国的国金重任就落在 谢中博 郭震东的身上 但是谢中博跟郭震东能够打入决赛 也是难能可贵了 尽管现在目前一开局 中国队是有点大比分的落后 到底呢对方呢是比自己的经验要老到 并且呢在中半场的技术呢 要比中国队的要细腻要强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中国队呢就已经是获得了 本次中国羽毛就公开赛的两个单项的冠军 分别是女双和男单 看看这场男双比赛 郭震东 谢中博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份惊喜 但是今天的印尼的这一队组合呢 一开场就打得非常的兴奋 在场上的表现呢也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你比如刚才看见稍微个子高一点 在现在站在后面这个 这个是基多 后面的是亨德拉 亨德拉刚才在往前呢就主动的跳起来扑往 这是亨德拉 好的 还是亨德拉 一个打斜线的一个批杀 那么郭震东呢这个重心已经是 降在左边 但是亨德拉呢是打了一个右路的球 看来印尼的这组合呢是要 自在必得 所以一上场呢就打得非常的积极 对 出界了 郭震东 一个分球 推斜线 出界 那么比赛 刚刚开始 但是比分已经拉大了 郭震东跟谢忠博呢是落后了六分 南双比赛 因为一开局呢气势是被对方压倒了 南双比赛呢也是各个单项中 最激烈 最刺激的一场比赛 好的 郭震东的分球还是有点问题 刚好是打到对方的比较好打的地方 亨德拉在后场呢 就一个斜线 中国队现在是三比十的落后 就是印尼的亨德拉 现在还是在往前的争备 互相斗小球 现在双方都想办法不起高球 因为呢毕竟一起高球的话呢 后场进攻的威力呢是非常的大 所以刚才亨德拉一个勾兑脚呢 也是给郭震东及时扑到了 亨德拉 这个球 谢忠博防守的时候将球挑出界界 11比4 仅仅才打了五分钟 但是比分就涨得很快 已经是印尼队11比4的领先了 那么郭震东谢忠博呢 在今年的成绩也是不错 菲律宾羽毛球公开赛呢 是获得了亚军 那么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的时候呢 是打进了八强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和印尼羽毛球超级赛 都是分别是打进了八强 马基斯康德拉 是在今年是获得了两个冠军 分别是中国台北的羽毛球公开赛的冠军 和市井赛的冠军 那么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时候呢 是获得了亚军 谢谢 看来现在前半场的拼斗呢 是打不过这个印尼 因为印尼的分球呢 都拉得比较开 刚好都是中国队的空荡的位置 这个球马基斯 戳得非常的漂亮 刚刚是滚网而过 通德拉刚才呢 是连续用了两个反手 两个球都是反手 打斜线 整个场面基本上是给印尼队控制的 因为由于他 马基斯在前场的封网跟分球呢 都给自己的同伴 赶得了很多进攻的机会 所以南双比赛呢 由于呢 节奏非常的快 所以呢 必须全运动员呢 不能够慢热 一慢热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 到底热起来 已经是比赛的一局过程 分数已经上升的非常快 所以必须 每一个球都集中精神 郭震东 中国队经常起高球 马基斯在往前封得非常的凶 但是球是打到了往下 中国队6比15 还是落后9分 看来第一局这么打很难打 因为比分的差距实在拉得太大了 郭震东两次在这个位置 也是挑球出界 好的 这个球 郭震东利用 空泽拉 为了质量不高 来了一个下压球 中国队应该也没有什么压力 因为到底自己的排位 还有整个的技战术 对 要比对方要 稍逊一筹 可以抱着一种冲的打法去打 裁判判 裁判判罚马基斯提前移动是吧 看看是不是判 判了提前移动 提前移动 看来这一次的裁判的判罚都很严格 洪德拉老师在往前高高跃起 因为他身高呢 就没有这个谢登国高 但是他老师你看 造成一种破坏对方的印象 对 而且呢 他也是这种下意识啊 这种起跳的意识 如果他轻轻一拦 也是够呛 但是他拦不到 后面有人 对 有球来了就必拦 你看还是这样先拦 你看又是先拦 因为他觉得他拦不到 后面有基多 大家可以看到 基多呢 刚才呢 是左右移动啊 左部右部的跨洞 非常的大 而且呢 他也是提前移动 有一种意识 看来印尼队在一开局打得很主动 并且都是压迫性的打法 嗯 球速也打得很快 中国队现在目前拿不出什么高招 因为对方的球速太快 一下呢 也很难适应 9-18 落后9分 但是比赛已经第一局的每段了 但是比赛已经是算是很难打 因为到底是到了18了 嗯 19了 这个球 谢中国 郭震东 两个人呢 是出现了配合上的脱节 马上就进入第一局的局点 确实是打得非常的快 确实是打得非常的快 10 11比20 看来这局要搬回来是比较困难 几乎是不可能 因为已经到了局点 已落后了9分 互相再往前也是像刚才一样 连续的下压 马基斯 印尼队是一拍比一拍更主动 所以很快就以21比12拿下了第一局 那这一局仅仅是用了10分钟 也是破了一个记录 中国队在第一局丢分的 多的太多 比赛的时间也用得很快 很少 好 参加大压 这是一个第二个千万上第一个夸子的夸子 还有一个是一种夸子的夸子的夸子 这就是夸子的夸子的夸子的夸子 在第一局的比赛中 马基斯恩德拉的速度是相当的快 比中国选手好像是快出了一倍 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说 在第二局的比赛中 如果还是跟着马基斯恩德拉的节奏来打 那会是非常的被动 但是很难现在因为印尼这队组合呢 也是世界排名很前的一队高手 掌握场上的节奏呢 非常的有经验 第二局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 那么在第一局的比赛中呢 也许是在开局的阶段呢 一下给打梦 对 现在中国郭震东的这两个人 好像是没有很快的进入到比赛的节奏当中 状态还没上来 就给人家打了领先八分九分 所以这第一局很难打 看看第二局